前面的影片曾介绍有理数指数的意义 我们先来复习一下 例如2的五分之一次方是一个正数 且2的五分之一次方的五次方等于2 2的五分之一次方用方根符号可表为 2的五分之一次方等于五次根号2 5的三分之二次方是一个正数 且5的三分之二次方的三次方等于5的平方 5的三分之二次方用方根符号可表为 5的三分之二次方等于三次根号5的平方 5的四分之负三次方是一个正数 且5的四分之负三次方的四次方等于5的负三次方 5的四分之负三次方用方根符号可表为 5的四分之负三次方等于四次根号 5的负三次方等于四次根号 125分之一 有理数指数可以定义如下 设定数a为正数 n为大于1的正整数 m为整数 a的n分之m次方为一个正数 且a的n分之m次方的n次方等于a的m次方 a的n分之m次方用方根符号可以表为 a的n分之m次方等于n次根号a的m次方 我们已经介绍了整数与有理数指数的定义 例如2的负二次方等于四分之一 2的零次方等于1 2的二分之一次方等于根号2等 指数可以推广到无理数吗 同学可以先用计算机来探索一下 在Google的网络计算机中 依序输入3x的y次方根号2等于 可以得出3的根号2次方的近似值 4.72880438784 在Google的网络计算机中 依序输入2x的y次方根号3等于 可以得出2的根号3次方的近似值 3.32199708548 我们按计算机可以得到 3的根号2次方与2的根号3次方的近似值 而这些数要如何定义呢 我们先来探讨 3的根号2次方是如何定义的 因为指数根号2是无理数 利用十分逼近法 把根号2所在的范围逐次缩小十倍 每次求得的近似值 小数就增多一位 因此1.4 1.41 1.414 1.4142 1.41421 这一系列的有理数会越来越接近根号2 另一方面我们用计算机分别求得有理数指数 3的1.4次方 3的1.41次方 3的1.41次方 3的1.4142次方 3的1.4141次方的近似值 4.655536 4.706965 4.727695 4.728733 4.728785 而前面用计算机求得3的根号2次方的近似值 为4.72880438784 因此我们可以发现有理数指数 3的1.44 3的1.41次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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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的1.4142次方 3的1.4141次方的近似值 会越来越接近3的根号2次方的近似值 事实上我们可以找到一系列的有理数 1.41 1.41 1.41 4.41 1.4142 1.41 4.21 4.21 越来越接近根号2 那么相对应的有理数指数 3的1.44 3的1.41次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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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的1.4142次方 3的1.41421次方 也会越来越接近一个实数 这个实数就是3的根号2次方 一般而言 设A为不等于1的正数 对于任意一个无理数X 仿照定义3的根号2次方的方法 若可以找一系列越来越接近X的有理数 R1 R2 R3一直到RN 则A的R1次方 A的R2次方 A的R3次方 一直到A的RN次方等等 也会趋近于一个实数 这个实数就是A的X次方 了解了无理数指数的定义后 再配合前面影片所介绍的 整数与有理数指数的定义 那么整个实数的指数都有定义了 对于无理数指数的运算 指数率依然成立 换句话说 前面影片介绍的有理数指数的指数率 扩展到实数指数率依然会成立 我们叙述如下 设RS是实数 底数AB是正实数 则 1.A的R次方乘以A的S次方 等于A的R加S次方 2.A的R次方的S次方 等于A的R乘以S次方 3.A的R次方乘以B的R次方 等于A乘以B的R次方 我们举实例来化简下列指数 1提25的2分之1减根号2次方 乘以5的根号2次方 第二提 2的根号5次方的2根号5次方 解法如下 1提25的2分之1减根号2次方 乘以5的根号2次方 等于5的平方的2分之1减根号2次方 乘以5的根号2次方 等于5的1减根号2次方 乘以5的根号2次方 等于5的1减根号2加根号2次方 等于5的1次方 等于5 第二提 2的根号5次方的2根号5次方 等于2的根号5乘以2根号5次方 等于2的10次方 等于1024 我们将前面介绍的内容做个整理 无理数指数的定义 设A为不等于1的正数 对于任何的无理数X 可找到一系列越来越接近X的有理数 R1 R2 R3一直到RN等等 则A的R1次方 A的R2次方 A的R3次方 一直到A的RN次方等等 会趋近于实数A的X次方 实数指数率 设RS是实数 底数AB是正实数 则 1.A的R次方乘以A的S次方 等于A的R加S次方 2.A的R次方的S次方 等于A的R乘以S次方 3.A的R次方乘以B的R次方 等于A乘以B的R次方 利用十分逼近法 找到一系列 接近根号三的有理数 1.7 1.73 1.732 1.7321 利用计算机 求2的1.7次方 2的1.73次方 2的1.732次方 2的1.7321次方 2的近似值 观察这些近似值 是否会越来越接近 2的根号三次方的近似值 2的近传值 哪见 1的近优值